在臺股的部分 外資昨天持續加碼期貨空單 未平倉空單部分拉高到兩萬一千多口 外資還同步在現貨市場賣超一百五十億元 加上國際股市也普遍拉回 使得臺股籠罩在空頭的陰影之下 今天行情是持續拉回 目前在九千一百點附近震盪 各大類股普遍下挫 只有太陽能族群持續逆勢上漲 各股方面 玉金光 宏達電表現不錯 相對的筆電族群走勢疲弱 是盤面的弱勢指標